好 因為我等一下跟缺點字大概就是 我先講然後再換他 然後呢他剛剛是非常客氣的就是說 就是我講 我講比較多是不是 我這邊大概前面我會先講一些那個 所謂移工制度上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因為我覺得榮國費這個案子 目前在台灣的討論空間裡面 大部分還是鎖在 到底警察可不可以開槍 或者警察可以開多少槍 但是整個輿論的討論 大部分還是沒有回到一個 就是為什麼榮國費這個人需要逃跑 就是說逃跑外勞本身的存在 它到底背後顯示這個結構上什麼問題 所以我前面胡話一些東西比較去講 就是在移工制度上 到底為什麼我們台灣現在有這麼多的逃跑外勞 目前累計大概是5萬多的人 那這個累計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5萬多這個人數並不算多 因為它是一個從1992年開始起來的一次的數字 它不是一個就是說今年5萬多 它從1992年我們台灣已經所謂的外籍勞工 東南亞籍的勞工 它累計出來5萬多的數字 這個照片是我們前年在 前年嗎去年 前年去年 去年在立法院外面我們推一個法 叫做取消移工三年必須出國一天 我們的那個照片 那上面大家可以看到那個 就是這個 這個部條上面寫的是 移工少多疲勞固真雙贏 因為目前呢在台灣之前 這個法修改之前的規定是 外籍勞工在台灣滿三年之後 他一定要出國一天 那這個一天代表是什麼 那這個一天代表是什麼 是說我不管 你就可以申請規劃成為台灣人 可是這個法呢 就是說在移民法跟國籍法 後來在2007年你改掉 我只要是拿來你一共簽證進來的工人 其實我不管在台灣200年 我都不會取得這個資格 所以這一條的規定其實已經很多年 它已經沒有任何實質的效果了 但是 因為它牽涉一個非常龐大的中介理由 等一下後面會說 所以這一條就一直沒有辦法維修改過 到去年就維修改過了 我後面就給大家看一下獎品 先來給大家看一下讀者投書 好這個是一個讀者投書給我與陳樹香 我們的現在女士講 他上面就是說 你們兩個在抱端 自以為替台灣的外籍奴工伸張正義 是一個人權主義者 你們兩個是什麼臭壁曲 他罵我們 天天在台北人氣房裡面 張一張你們兩個嘴 巴拉巴拉巴講一些什麼 就講一些垃圾話 現在我給你們幾個選項 來證明你們真的是為了人權在努力 第一個選項 去新疆替被殺的魂民爭取獨立 第二個選項去西藏用自焚的方法 叫我們去自焚 用自焚的方法 來爭取西藏裡面的獨立抗暴 第三個去伊拉克對抗IS 第四個去西非做伊波拉病毒的看護風 然後後面寫說怎樣 不敢去拔喝這樣 然後這邊 對不對 這一位呢 他這邊就寫說 既然你們自我膨脹替國際勞工發聲 就不應該躲在台灣 然後應該去他剛以前開了這四個地方 署名是法克優 這是他第一封讀的投書 像我們在我們辦公室啊 常常會收到這種讀的投書 所以我們會把它收在一個 國劍甲叫做奇聞共賞 因為你會收到非常多很奇怪的 那當然他給我們四個選項 我們當然沒有選啊 誰管他 你誰啊 所以我們就沒管他 後來他不久 他就記得第二封來 他就說 看算你們兩個都不敢選的吧 然後他這邊就寫說 前信給你們兩個四個選項 是都在假設我們有愛心喔 如果你們連去吃苦或是犧牲自己都捨不得 不敢去爭取他剛說的四個東西 那我們為什麼要坐在辦公室裡面廢教 去替這些所謂東南亞該死 帶著各種怪病康症的外勞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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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有點無倫事 其實我們說到很多這樣類似的投書 我之前還說過很多就是說 就是類似就是說 陳秀蓮你一定是被東南亞人生幹過吧 不然你怎麼會爭取東南亞外勞的權利呢 可是我想說你們知道我自己心臉 那或者是說他會寫一些就是說 你們是作為台灣人 為什麼不爭取台灣人勞工的權利 為什麼爭取外勞的權利呢 你們是不是台灣人 我2007年到TIWA工作到現在十年的時間 我大概有前三年 我對這個問題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因為好像他好像是一個問題 然後我好像必須得跟他進入說 為什麼作為台灣人必須幫忙外勞 那大概到了第四年第五年之後呢 每當只要有仲介或雇主 用這句話來告訴我的時候 我就回答他說怎樣 這是一個問題嗎 那對方就會覺得 你怎麼這樣回答 因為對我來說大概就是說 作為哪一種人去幫忙誰 其實當他用這個問題來問你的時候 其實他認為這個就有一個攻擊性嘛 因為你作為一個台灣人 你不嫌疏台灣工人 他認為這是一個攻擊性的 提問 可是實際上呢 我後來就覺得說 我沒有辦法跟他進入一個是 我怎麼去跟他說明 台灣人為什麼要幫忙外勞 因為對我來說 或對TIWA來說 這不是一個問題 那再來就是如果 20011年跟邱潛之認識的 來自於全國外勞工連線 那它是一個 就本地工人的爭議事件 然後打了一年快兩年 後來也打了國道收費員 所以後來這個所謂台灣人不幫忙 台灣人這個東西 這個選項這個問題 似乎就不存在於TIWA了 好 因為時間有關係 我這樣很快 那因為現在台中嘛 所以我前面大概有google了一下 其實目前台中是全台灣 有東南亞工人的第三大城市 第一個是桃園 再來是新北市 再來就是台中市 其實新北跟台中並沒有差太多人 然後這個是所謂第一廣場 現在這個地方已經被封掉了 他現在在做綠川中心開開的整治 所以這一塊地方已經被封掉了 所以外勞已經沒有辦法在這邊聚集了 但是這個地方他很遠去 他叫做金字塔 因為他之前有個很醜的帳篷 大家記得嗎 所以每次我們現在在一廣 我們有一個TIWA台中的辦公室 那每次只要有外勞要來申訴或來諮詢 我們都會告訴他說就約在金字塔 那他就會知道是這個地點 他不見得知道第一廣場 但他們就會知道所謂金字塔 是在這個大樓旁邊 好 這邊因為今天主要講兩國飛 所以我大概比較會集中在講 外勞來台灣之前遇到哪些問題 好 這邊有個圖 也就是一個外籍工人 他在最左邊 他要入境台灣 他必須要經過一些流程 第一個 他必須在他的家鄉 可能是菲律賓印尼的市水 或是說像阿菲的家鄉 是在越南的伊安省 是中越的一個小地方 他必須在那個他的家鄉附近 先找到一個人 他叫做牛頭或叫介紹人 那通常這個人呢 他可能是華僑 或者是他是已經來台灣工作十幾年 具有相關來台灣工作的經驗 他會講中文 會講會中印或中粵語 那這個時候他要付一筆錢給牛頭跟介紹人 那牛頭跟介紹人把在這個村莊把他要找的工人找了差不多之後 可能三個或四個 他會再帶往國外的仲介公司 可能是市水兩家打或是河內或是胡志明市 就是一個比較大的城市 那這個時候呢 外勞再付第二筆錢給所謂的國外仲介 然後他們才會辦的所有的手續 坐著飛機到國內的仲介公司 那這邊呢 因為我之前去演講 然後就會有人說 那他為什麼不自己去找國外的仲介呢 這樣他會省一筆錢 可是實際上呢 牛頭跟介紹人這個角色 在整個勞工 仲介控制勞工的這一環裡面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他永遠知道你家在哪裡 也就是說 如果我跨越過牛頭或介紹人 直接去國外的仲介公司的時候 這個仲介就會認為說 假設缺點字 你從新竹的 從新竹的家庭要出來去工作 那他覺得蠻厲害的嘛 他就自己到新竹市的某個人力銀行去找工作 那這時候人力銀行就會覺得說 你秋顯自靈從新竹的山上下來 小畢你蠻厲害的喔 那當你去台北工作的時候 我就沒辦法控制你 所以我就會告訴學姐姐說 會有工作的人 你回家等我要通知你 你就電話 你就等半點吧 你不會有工作的 因為中介公司永遠不會通知這樣的工人 他永遠都會回頭去找牛頭 那為什麼我說他是很重要 是因為當這個工人跨越國境到台灣之後 他只要一發生勞生意 一有問題 牛頭會介紹人馬上就到他家去 我之前曾經處理過是性騷擾跟性侵害的案子 那這是一個印尼沒有結婚的女生 後來他因為受不了 因為他就是一開始被性騷擾 到後來就被性侵害了 那他就受不了 他就選擇 他就決定他申訴出來 他申訴之後呢 牛頭就直接到他家去告訴他的父母說 你的女兒在台灣已經發瘋了 你現在馬上打電話給他 叫他立刻回印尼 不然他會死在台灣 那這個時候呢 因為工人一開始 並不希望曝光他在台灣被性侵害的事情 可是因為整個過程 他沒有辦法跟他的家人解釋說 為什麼他現在沒有在工作 他現在為什麼住在他的自中心 他為什麼要告他的雇主 所以他到最後只好告訴他的父母說 我就是被我的雇主性侵害了 我現在沒有要回去 我要在台灣打官司 那這些東西我可能一分鐘就講完了 可是實際上你要想 一個沒有結婚的印尼女士 而且在一個伊斯蘭教 非常非常保守的社會裡面 那又是在一個非常偏遠的鄉村裡面 這個事情其實很快的 就傳到所有的鄉裡都知道 那這個工人他面對 除了他在台灣面對的官司 有沒有證據 他能不能找到雇主 他能不能順利的轉換 一個好的工作可以賺錢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當他回到印尼之後 他要面對的是什麼 所以你有沒有所介紹的人 我覺得是在整個台灣移工要 台灣整個所謂中介公司移工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他就後來國境之後呢 就到國內的中介公司 之後才會進入所謂勞固關係 那這邊呢其實 好這個顏色有點淺 就是第一個在國外中介公司那邊 他會被迫簽下非常多的文件 包括同意書委託或是竊節書 同意什麼呢 同意仲介保管我的護照居留證 我的薪水存折印章 我同意來台灣三年不休假 我委託仲介處理我所有匯款回國 我所有薪資所有的事情 那如果外勞在這個階段不簽的時候呢 仲介就會告訴他說 如果你不簽的話 那你就不要去台灣了 所以大部分的工人他會選擇簽 他會認為說我賭一把 我可能不會那麼衰 可是通常百年九十都蠻衰的 他就選擇我賭一把 我現在到台灣再說 遇到問題再說 可是當然因為他簽下的同意書 我委託書嘛 所以他有些工人來申訴說 他沒有拿到薪水 這個時候仲介就拿出一張同意書說 他在印尼簽了一張同意書 同意我幫他保管他的薪水的 然後這個時候這個真意就沒了 那工人就得要再進一步說 好那我現在不同意你保管我們的薪水 可是他得再回去勞過關係裡面 等待下一次勞制真意發生 他才有辦法再出來申訴 然後呢 在國內的仲介公司這邊 他就會教很多雇主怎麼管理外勞的手段 因為我家本身就是有請外勞的 現在沒有了 因為以前我奶奶是需要看護工效果的 那當時呢 我媽是一個非常好笑的故事 我媽是這樣的 就是 她就是第一次請外勞的時候 她就覺得說外勞非常的可怕 因為仲介告訴她說 外勞會逃跑 外勞會學外勞外勞會偷東西 那我媽就請了這個一個印尼女生來的時候 我們都見到阿滴 我媽就跟她說 不准出去不能打電話 不能跟印尼人講話 那我當時就告訴我媽說 我說你為什麼要這樣 然後她就講說不對 你不知道 她都很害怕 那我就說 那你如果這樣你不要請外勞啊 然後我媽就講說 我給她一個工作做 可是我就這個很多故事都會這麼講 那我當時就跟我媽講說 你又沒請過外勞 你哪知道外勞會這樣子 她就說仲介獎的 所以我媽就扣了她的護照 扣了她的拘留證 跟所謂存折 然後每個月我媽非常認真的 把她的薪水存到她的存折裡面 這是一開始我媽是這樣的故事 但是後來因為我們家這個外勞是這樣 就是說她的老公在印尼照顧小孩 然後就把她 就是就把她在台灣賺的錢 拿去包小三 然後小三是我們這個外勞的表妹 就有個非常悲傷的故事就對了 所有的外勞90%都有這樣的故事 所以她在變成她賺她在台灣兩年多的錢 全部被她老公拿去包小三 然後小孩也沒人照顧 最後小孩是回到這個 我們家阿弟的媽媽去照顧 所以我媽就覺得她真的蠻可憐的 然後在這個時候 我媽因為跟外勞的相處 然後包含因為我在踢外勞 也就是說因為我們家是開箱店的 入圍金座 所以我們家有個店在那邊 我媽有一次就打電話給我 我就說陳秀蓮 你今天早上回來了 我就回來了 我就說什麼事情 我說你告訴你 阿弟姊的朋友 他們故事賺得很壞 就是沒給他薪水 所以我媽就叫我回家 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我媽就跟我說 陳秀蓮 你打電話去 你說你是勞工局 然後我就說我不是勞工局啊 那我媽就說你怎麼沒有勞工 所以我媽就非常委送進 然後她的手機 就打了這個故事的電話 就說 請問你也要夜宣申請 然後對話就說 然後我媽就說 你怎麼不給你生啊 你怎麼知道你這麼穿的外路 你不給他身處 你怎麼不給你生 你再做一個台灣人 你怎麼不給你生 你知道嗎 然後我媽就覺得說 送這樣 然後我在旁邊 我媽就跟我說 你這樣沒有用啊 然後我媽說 管他有沒有用 我送 我媽後來變成這樣的故事 所以到後來我們家 因為我們家總共請了兩個外勞 一個待了九年 到後來因為她沒有辦法 再來台灣 然後後面一個大概六年 那時候就是我奶奶就往生 就這兩個外勞到後面 我們家就變成一個 在我們家附近的 意泥工人的聚集地 因為很多意泥工人 他不被允許收發個人私人的信件 所以他們會去買一些網購 或者是去請家人寄東西 就會寄到我家 那他們就會來我家領包貨 或是說呢 他們有什麼問題 他們就會直接到我家 來找我們家的外勞 然後我們家的外勞 就會說小姐 你今天怎麼幾點回來 或是說我們家的外勞 到最後會接案 他就會跟對方說 你要準備護照 跟居留證的影本 然後你要伸出什麼 請用紙寫下來 一你我沒有關係 我們家小姐有翻譯 然後他就會回家 就把這個伸出來拿給我 所以我媽後來被改 改造成是這樣的故事 可是畢竟這樣的故事不多嘛 講真的就是 可能因為他是我媽 而且我們家大概有消脖的基因 所以就會有一種就是 因為曾經有故事到我 曾經有故事到我家 然後就說 就叫我們家大罵 叫我們家外勞出來 因為他帶他們家 帶這個故事的外勞去檢查去報案 報案就是報出他沒有拿到薪水 然後這個故事就會非常火大 在我家就要找我們家的外勞 結果我媽就在裡面說 你不會嫁嫌的 你站不穿我外鄉 然後那個就把媽媽走了 我們家是這種家庭 所以就是說 就仲介會教導雇主非常多 怎麼管理外勞 就我剛剛講 我媽被交完那些所有事情 所以外勞他又被放在一個 個別很孤立的狀況裡面 那如果他運氣好 他遇到一個不錯的雇主 這個可能不是問題 因為他只要老公關係良好 他固定拿不到薪水 也許沒有拿著他的護照 跟具有證不太是問題 可是有多少功能是一個再重處境 是大部分的故事 這邊就是有些簡報 像仲介扣款 現在這案子 目前還有很多案子去打 就是他請他在公文出國的錢 讓他們簽本票 所以外勞搞不清楚什麼是本票 大部分會簽12張 然後每張大概是8千塊左右 那因為本票的債權是 你只要簽的本票 這個債權就成立 除非你要再透過一個法律的過程去講說 這個本票有什麼問題 我不服這個本票 可是對一個外勞來說 他非常非常的困難 因為你怎麼可能會用中文寫個訴狀去法院呢 那你也不可能有時間去法院 所以他們就因為這樣被每個月只領到6千塊 然後這些印尼工人就覺得很怪嘛 他們就去申訴硬辦 然後硬辦就發現這些工人都來自於同一家中介公司 所以這個後來變成一個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就是訴訟案 然後印辦就不准這個中介公司再引進印尼工人 但是後來他把這一套方法移植到了菲律賓工人身下 所以現在法復台北法復在打一個案子 是這樣的案子 就是打跟一個菲律賓的中介公司一樣是本票的案子 然後這邊是中介費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目前來台灣的國籍有四個 菲律賓、印尼、泰國、越南 平均這個是他來台灣以前 就是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就要付掉以前 是看護工大概八到十萬 廠工是十一到十萬左右 那越南是最多 就七千到八千塊美金 所以大概是二十幾萬到三十萬的台幣 所以通常來台灣第一年到一年半都要還價 然後這個是來台灣之後就是跨越國界之後到台灣要付的中介費 三年加起來六萬塊 所以這兩筆加起來 假設我是一個菲律賓的看護工 可能是付了十萬在菲律賓 再來付六萬就是十六萬 那這個是我們在打取消三年出國威力的時候 眾介動員的人來罵我們的 那他的手續法是這樣子 就是說逃跑外勞沒有人管 智商會亮紅燈 立委修法是為了外勞 有投票權的雇主就被犧牲掉 那我覺得他在動員一個事情是什麼 他在動員一個就是本地的人跟外籍勞工的對立和衝突 也就是說我們在談的取消三年出國威力這件事情 到底對雇主或對公民來說有什麼好處 他不跟你談 他還動員一個普遍台灣對於外勞的歧視跟害怕 所以說阮國費他是一個淘寶外勞 為什麼當我們聽到淘寶外勞被警察開箱打死的時候 大部分的輿論會覺得幹得好 因為剛剛有人說輿論 那個同學你說輿論很亂嘛 其實我決定都不亂 算是滿一致的 看得出來就是會有很多大概八九成的人 都說啊你這樣開的好啊是不是 對對對然後當你在下面回去說 欸這樣子這件事是不是怪怪的呢 你就會被他站 你就會被他站 我大概在踢完三年之後 我就不想去玩玩戰機的東西了 我老了 我就會覺得說欸隨便你啦 你說的都對 那後面其實還有一個叫做什麼 就是意思就是說秀名名 就是說外勞勞工來台灣 然後就台灣的故族跟台灣的政府都秀名名 然後這邊是我們後來就是在11月 因為這個東西大概錦國密武達三個月左右 然後後來在11月 10月底他就去通過了 那那個時候呢我們在 我們在這個立法院的外面 這個場景非常的好笑 非常的有趣 因為呢在當時呢 仲介動員大概四台遊覽車的人 也在立法院的外面 然後呢 我有一些朋友 因為仲介業者 他們會有一些內部的社團 就叫做仲介從業人員的內部社團 他們會非常關注我們個別人的臉書 所以我們有一些朋友就是 莫名其妙就加入了仲介同業人員的社團 然後在裡面看到一些東西 包含呢 他會去解我們臉書的內容 所以你看一看 他們明天開記者會 我們生死存亡趕快動員 然後下面就有人說台中兩台車 什麼新竹兩台車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整個記者會呢 外勞加上來聲援的台灣人 已經是我們TWA開的記者會 可能是最大最多最多的人喔 大概100人 然後有一半以上是台灣人 就我們在100人 然後他們有400人 然後他們就一直用氣體喇叭 然後他們一直按那個 然後推了很多坐著輪椅的僱主 然後就一直罵我們 那我們就是警察就用那個 改道牌弄了一個那個洪海 然後我們在他們在左邊 我們在右邊 那我們在開 然後因為第一次記者會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有點病 我們有人比較少 所以第二次記者會 我們就開一台戰車去 我想說 阿倫明天是比你少 是你比你大顆顆 我們就開一台戰車 然後就在那邊對他吼這樣子 那我覺得那個記者會其實 有點有點有趣是說 整個記者會他開完就是 外勞就是這麼的高興 大家真的是跳起來 歡欣鼓舞的高興 然後呢 仲介結束之後 他們個別回家的時候 全部都是垂樓上去的樣子 我請大家算一下 如果一個外勞算10萬 目前台灣有65萬的外勤勞工 請大家算一下 請60萬乘以10萬是多少的錢 我們當然不是說所有的工人都不會回國 但是一個工人如果我們講他近賺10萬的話 其實取消這一條當然對他們的影響是 利益是蠻大的 是600億嗎 600億嘛 所以他們真的拼了拼在乎他們的利益 那最後他就告了一些人 像我啊 陳樹香 還有林立青也被告了 因為林立青在網路上轉了我們的東西 轉了我們講這個條目的東西 他就告林立青違反著作權 因為他們當時仲介發了一個公文給立法院 然後立法院裡面就有立委助理把這個公文給我們 我們那你院裡面很多內容是錯誤的訊息 所以我們就在我們的臉書上去更正說 他這個訊息是錯誤的 然後舉證為什麼錯誤 所以那很多人就轉了嘛 轉了這個之後呢 他就說我們侵犯他們的著作權 因為我們重新去改寫 就是他說我們重置著他的公文 拍照嗎 算同志嗎 是否很瞎 很瞎 對這個案子我們沒請律師 我們自己寫了 寫了辯護狀 還有張正 然後還有那個反正一些就是 關心移工議題的人 他就告了大概七八個人 然後現在有大概四五個案子在法院裡面 好 然後再來就是說他們不能自由轉換雇主 就是雇主可以用某種契約 就是例如說業務緊縮啊 或是勞工沒有辦法升任工作 他只要付給依法 只要付給勞工一個月的資險費 他就可以跟勞工解約把他遣返 可是勞工沒有辦法自由轉換雇主 除非雇主有些違法事實 例如看護工的病人往生了 或是全家移民了 工廠官場歇業或是漁工 漁船的船機沒有辦法再營運了 他必須要有些規定 或是說有刑事案件 性侵害虐待的案子 他是有辦法傳染故事 那工時都非常的長 這是一個工廠的案子 每天工作16個小時 家庭貪務工的平均工是17個小時 一天 這個是勞動部自己的統計 那平均一半以上三年沒有休假 三年貪務工 好 這是一個我之前處理的養護機構的案子 給大家看這一張 今天這邊有八張床對不對 就是上下部四張接下來八張 請問這個機構有多少貪務工 都是越南的 你覺得 兩個 兩個 這邊有八張床 第一機到底有沒有答案 你有創意 八張床有幾個看務工 16 16嗎 32 一張床睡4的 是的 這樣很急 對啊 你也覺得對不對 我把這個老闆電話給你打給他 這個要板橋養護機構 那他們的住宿完全妙妙的差 所以大家會發現他把蟲蟲都併在一起 然後 那因為養護機構基本上是AB班 就是12小時12小時 所以他會有一個 他們通常是八點換班 早到八點到晚上八點會換晚班 所以雇主就會說我雖然有三十幾個人 好像我不用準備三十幾個人的住的地方啊 我只準備這樣子 然後大家看到這些是他們的客廳 後面不是有一些無的無的東西嗎 有沒有 浪漫的地方 這件是我老去撿哪裡 因為雇主提供給他們的東西 什麼家具都沒有 所以他們就得要自己想辦法 然後他們就會去 然後他們就會去 對啊 是不是 你要是你會不會逃跑 對 太有錢從人家坐在槌子的位置 哈哈哈哈 他們因為要為了要省錢 但又希望有一個不錯的生活空間 他們就真的去人家那種大型家具丟個地方 然後去跟人家說老闆這裡面要不要 不要給我們 就去撿來用 其實畫老是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強大的 因為我十年來跟他們相處的經驗 那這是一個 廁所 廁所 是不是很破 裡面的 它是那個敦式的廁所機全部都壞掉了 然後這是浴室 這是一個新裝的化學工廠 都是男工 他們就是核廢料 有用過提防的 你不是第一次來這邊對不對 你聽過法國的那個 對 看起來非常可怕吧 那這個畫老為什麼來申訴呢 是因為他們這個工廠78個男工 他們當時所謂的散訴費從2000塊被調到5000塊 然後78個人住剛剛看到那麼爛的地方 所以他們就跑來申訴 好 那我想講一下畫老跟我們的花媽 花媽 我也是在立法院外面啊 然後就那時候花會看你什麼 然後就在那個中興大樓的後門就看到陳菊走出來 然後我就嚇了就說 欸花媽耶 然後他還回頭跟我們回首 想必他對於花媽這個外號他非常有感覺 他當時就是老闆會主委 2000年一年的時候 因為外勞一進來的時候呢 很多的僱主就會講說 我們應該把外籍勞工跟基本資脫鉤 可是現實上呢 講真的 基本資在2000年一年才要脫鉤 透過外勞的散訴費 那時候呢陳菊就講說 我們必須要兼顧國際人權 所以我們不能夠在明文下 到基法上把外籍勞工跟基本資脫鉤 因為ILO說 就是國際勞工組織說 你不可以對於國內 不管哪個國際勞工有差別待遇 所以你基本資不能脫鉤 但是呢 因為外籍勞工來台灣 雇主還是要負擔散散訴資助啊 這些問題 所以雇主可以扣一個東西叫做散訴費 那時候上限是4000塊 所以2001年在現實上 外勞就透過基本 透過所謂散訴費跟基本資脫鉤 然後這是盧天玲 我想大家應該不認識他 我不知道總理會認識 他那時候是全產總理事長 後來被找去當勞會主委 然後他也上任他就講說 我是公運出來的勞會主委 所以我要去挑戰 10年沒有調的基本工資 從15840調到17280 但是他同時對外勞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把散訴費 從4000塊調到5000塊 第二個事情呢 是他宣布家庭貪務工 因為沒有在勞基法保障裡面 所以呢 基本資金的調整跟他們沒有關係 所以導致20多萬的外勞勞工的基本薪資 就維持在15840 一直到2015年才變成17000塊 這個就是這頁 就是當時呢 他就凍結在15840 所以康工工的最高工資就是 15840加22112 這個是4個禮拜天沒有休假的加班費 可是工時是全年無休 而且20小時待命 可是2015年當時因為 蘇蘇國主要是印尼的壓力 就是說你們台灣給康工工的勞工程度太差了 薪水太低了 所以我不再給你康工 那當時台灣的故事就很錯啊 那一段時間我就沒 就是常常會接到記者的電話去問說 印尼現在不給我們家裡康工工 請問你的看法 他就會常問我們這些東西 當時勞動部想的一個方法是這樣的 你印尼不可供的沒關係啊 我引進別的國家 我重新開放越南 我開放斯里蘭卡緬甸 就是他想要去尋找新的國家的康工工引進 來取代掉現在台灣對於印尼康工工的依賴 後來這個東西失敗了 最大的失敗原因是 一個是雇主非常依賴 因為印尼康工工中文好而且很乖 他不會要求休假 然後他反正就是大家想像真的很乖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 因為沒有仲介想要去做這一塊的仲介業 因為變成說 如果我要重新做斯里蘭卡的仲介 我覺得得要在兩邊有公司 我等一下有翻譯 我等一下有相關的通意人員 這個成本對於仲介來說太大了 所以沒有仲介要做 那這個很快就失敗了 所以我們台灣政府就礙於這個輸出國的壓力 把外景開放的工資調漲為1萬7 那現在呢應該如果沒記錯應該是明年 印尼現在說了要抬檔到2萬 不然我不給你工人 嗯就是然後這個很多的仲介 就在他們的群組裡開始罵 那就是罵我們啊 然後罵說工人拿那麼多錢啊 但是我必須要說 如果你請一個台灣籍的 做現在外景老公在做的事情 一個月是6萬 其實他是三倍的價錢 所以到底2萬算多嗎 其實對我來說真的印度不算多 然後不然就職災 他會因為職災被遣返 這個新聞其實這個工人士開幕工 被帶去工廠工作 後來呢他就 手掌就被繼續切掉了 那他到最後是拿他大腿的肉來補在他的手上面 可是他還會到晚20幾天就被遣返 那最後他回到印尼之後 他就找了一個教會幫忙 然後教會幫他聯繫到我們現在在台灣 就是中國非常有協助的軟神父的辦公室 才幫他申請了簽證進來台灣告他的僱主 然後這是一個 我們應該是史上最快開出來的記者會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有職災的工人 隔最右邊站是秋簡姿 他是曾偉凱 真的滿像的耶 他現在只是劉紀威啦 因為曾偉凱現在變熟了 我最愛遇到曾偉凱 當時其實就是我們有一個職災的案子 然後律師是那個陳柏舟 就是在曾偉凱旁邊那一個 那他就告僱主 因為他是職災嘛 他就告僱主這個就是 因為職災兩個一個名師跟刑事 因為他是業務過失導致他職災 所以他可以告一個刑事的賠償 在刑事開庭之前 就是後面就是法庭 在開庭前一天 勞工就檔案給我們說 我現在被警察抓了 因為僱主去抱他逃跑 所以僱主就去報 然後僱主他從哪邊被抓走呢 從工廠的宿舍被抓走 也就是僱主就去報案 報案說 我這邊有個淘寶外人來抓 然後警察就真的去了這個外勞的宿舍 然後他住在什麼地方呢 當時我記得曾偉凱在頂部上發了一個東西 因為曾偉凱就很氣嘛 他就覺得說這個災太過分了 你讓人家職災 開庭前你要謊報人家逃逸 然後讓警察去抓他 他就說你不要去拿行李室 我陪你去 後來呢 因為大家看到曾偉凱當時還沒有變瘦 他後來就傳了一個東西在頂部上 就是 他到了那個外勞住的地方 外勞住是什麼地方 是用紙箱隔出來一個空間 就在工廠旁邊 紙箱喔 購物還是紙箱 不是木板喔 我要認紙箱 他不是貓 他是人 就一個紙箱 然後隔一個空間 然後旁邊就是機具 非常吵非常熱 然後曾偉凱就講說 他快 就是我陪 就是紙箱啊 真的啦 其實可以住人 你會這麼保 對啊 是不是沒有辦法 就是會住得非常不舒服 然後他就 他帶來的理由就是說 怎麼會住在這種 就是為什麼會讓一個人 住在這樣的地方 而且呢 我們陪他去的同事就是 他好像在四樓 所以就要爬我地上去 然後又非常的熱 然後就跟我講說 他當時看到曾偉凱 臉色包白 臉色包白 他就把他會暈倒 就在一個環境 非常非常差的狀況裡面 那所以我們 這個外老是自己買 如果他有上班的話 他可以去工廠拿餐 好 不同的工廠 不同的狀況 是你如果你有上班 早班給一餐 晚班給兩餐 或者是說他會有便當 還是說有些比較大的工廠 他會有餐廳 那就是早晚班 會有固定吃飯的時間 但是因為這是職在的工人 他基本上是沒有上班的 所以他就得要自己 付他的吃飯的 所以他處理自己要處理吃飯的問題 所以我們隔天就很快的在 他開定前開了一個記者會 S你會逃跑 你剛說會喔 好 我們來看倫國飛 這個是他的妹妹 叫阿嫂 其實阿嫂也是個淘寶外道 那倫國飛案大概大概 應該說大家看的新聞 應該大家就知道 他就是一個淘寶外老 那目前新聞的說法是拒捕 襲警 搶奪警車 所以警察都開了九槍 他全身有十七個彈孔 八槍貫瘡 一槍沒有貫瘡 那通常都是這個受傷的部位 集中在胸腹部 而救護員第一時間到場的時候 並沒有對倫國飛進行急救 他們在旁邊看 然後到最後倫國飛是在救護車上 就出現休克的狀況 然後到院前就死亡 死亡原因是不是失血過多 給大家看兩個東西 好 這個我要怎麼點 先點看獨立特罷員好了 這是那個公視獨立特罷員 這個獨立特罷員的記者是非常 非常 一個非常好的記者 因為他最早做過我們全關的專題 然後後來做國道收費員 那在倫國飛這個案子出來的時候 其他剛生完 他生了小孩在休產假 他就趕快給我 就告訴我說 他想要做這個專題 然後他現在雖然他在休產假 可是他已經告訴了他的長官 他自願提前結束這個假來做他的專題 所以他算 我在整個過程期 這邊有記者嗎 其實遇到很多記者都是 或許因為我大學念的是新聞系 我當時有一度立志要當記者 可是呢 我在練了半學期之後 我就放棄這個事情 因為我所有的同學都 嗯 就都沒有很認真要當記者這樣 所以我後來就很快的投入了社會運動 在我大學的時候 好 我們先看獨立特罷員 我要點嗎 他大概14分鐘 他大概14分鐘 點出完就中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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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要不要點第二個好了 難道是我跌錯了 那就看那個 鏡周看那個4分鐘的 點出完也取到了 滿足的 點出完 後面 上面 點出完 點出完 抹茶 點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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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很多麥克風格 還有這個 這個香味 好,好,那那個... 那我就先講一下,再等我先講一下 其實阮國費在案子一開始我們並不知道他是誰 就是我們先看到的新聞之後 我們就覺得今天就是... 因為我們TIWA跟一些教會團體 我們組了一個聯盟叫台灣移工聯盟 那我們有一個工作群組 所以這件事引出來的時候 當時我們就覺得太誇張了 我們就丟到了工作群組說 大家看到這個新聞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試圖想去找到這個人是誰 可是其實找不到 因為事情發生的時候應該是一個禮拜 應該是禮拜五吧 8月30想說是禮拜五 那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我們是不是要趕快開記者會 可是大概有兩... 我們就花了兩天的時間 都找不到阮國費的家屬 所以我們就決定在9月4號 禮拜一 我們就決定開一個記者會 在警政組前面 那我們是在禮拜天9月3號的晚上 有一個越南工人告訴我們說 他找到了阮國費妹妹的連署 好 先看 看到那個... 13的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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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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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這麼小了 不是有沒有跟他走下去了 這個地方是他就是案發現場 龍鶴鶴的爸爸是一個越男人 打過越戰感 你喜歡這個船嗎? 沖打 收拾一下吧 好,很久了 好,很久了 好 中文字幕——YK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我才会平安的继续工作 这个已经有一个污名在那边 然后第二个污名是 他又被警察开了这么多枪 而且我刚刚前面讲 所谓袭警拒捕抢警车 有这么多的社会污名 盖在这个人的身上 我最初可以挨四箱 什么 你可以挨四箱 你还被炒谱 炒谱吗 大家都跟你说完 他当时都要做一个挨四箱 BB签吧 所以他我觉得 当时对家属来说 他们其实非常害怕面对媒体 所以一开始 像包含苹果日报 跟那个一热漢记者区的时候 他们都是告诉媒体说 你们不要拍 如果你们要拍的话 你们远远的拍 不要拍到我们脸 那我们去的时候 其实他根本不认识我们是谁 然后我就拿出我的影片 就跟他说 请你们去网络上Google 我们的办公室 你就会知道说 我们做哪些事 那也非常刚好 是因为9月4号是 网络非是解剖的时间 然后同一时间 我们在请政罗妹开记者会 所以我一去到现场 其实妹妹就认出 我是主持记者会的人 所以她就拉着我手 跟我说直接谢谢你们 然后就在这个过程 因为我觉得慢慢的 我们跟他们在培养 一个比较信任的关系 因为一开始他就 他并没有当面告诉我 但是他在电话里面 其实告诉了我们的通议 还有那个通议的 办公室的人说 不管是你们 律师 或是这些什么NGO团体 我们都不认识你们 你们对我们来说 跟仲介没有两样 所以对于我们想要提供 去协助他这件事 他其实是非常存疑的 而且他们当时的信任说 整个舆论对于这个案子 是一面倒的批评 他们非常害怕 他们多说些什么 会引来第二波的批评 所以他们觉得 他们最好一句话不要讲 那爸爸在96号来到台湾 然后当时他就觉得说 因为爸爸是个退休老兵 那他就非常相信 所谓的政府跟警察 那他就觉得说 我来台湾 哪有去见越南办事处 见警察 我应该会得到一个答案 但是爸爸在过程里面 就一直被洗脸 怎么洗呢 就跟他说 你儿子就是犯罪 犯了三个罪 逃跑 吸毒打警察 所以他被警察开箱打死 你就认了吧 赶快跟警察和解 越南政府 他来第二天去见越板 越板就要告诉他 然后呢 去到新竹县警局 警局就跟他说 因为他想要 因为警察上都有密入器 他就说 你我儿子死了 那你转化让我知道 他为什么死 所以你给我看密入器 然后警察都告诉他说 侦查不公开 我们都已经给那个 给检察官了 那这件事情 我们认为我们没有做错 但基于人道赔偿 我们可以有一些 募款来赔偿你 一开始这么说 所以爸爸也没找什么答案 到9月22号那天 他就回越南 然后这个是在台中的第一广场 下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多的警车 如果你们有人去过一广 应该会知道 一广呢 每拜天大概应该是十点开始吧 在一广的附近 每个路口 就会有两两个警察 就会开始站岗 然后每天 每个下午就会开六台警车进来 然后像这个上面 不是有警察列队吗 他们应该是一个 一天会训练两到三次 他们就进入大罗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他就会排好队 排好队对不对 然后这边就去这一栋 中间的去前面 然后这边来右边好一栋 他有三栋大楼 他就一天大概巡逻两次到三次 那不管你那边在干嘛 他就会有一堆警察在那边做一些干扰 那我特别放这几样在那边 其实我要讲的是说 也许这些警察 他实际上 他可能不会拿枪出来 要求外来做什么 可是我认为警 你可能至少也拿电极架吗 好了 我知道了 你真的很想参与喔 就是说他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认为是 他可能不管是拿枪 或拿电极棒 或拿电极架 不管是什么 我觉得他就是在展示一个 所谓国家权力在哪里 就尽管第一广场礼拜天 这边是外来聚集的地方 但很抱歉 这边就是我管的 不是你们 好 嗯好 实际的关系 我想挑到最后面 就是说 我觉得阮国费案 可能等一下出演一次讲 我如果有时间 我们可以再多谈一些发展 但是这个其实是 我自己在做这工作十年 我经常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有非常多的团体 我们开始在去讲说 不管移民或移工 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文化是什么 可是我必须要说 我认为多元文化或全球化 其实有两个面向 一个面向就是 我是一个全球化的人 假设我是郭台铭 我非常有钱 我可以四处去设厂 我可以随时有个专辑 有个出国去 可是有一群人 他叫做被全球化 跟被多元文化的人 就是外劳 他因为某国的经济被破坏掉 他不能够再靠种田为生 他不能再依安省 养水流为生 他必须到河内 必须到胡志明市 或者是他甚至他必须到台湾当外劳 那全球化一直都有两个面向 可是当我们在谈的时候 到底我们要看到哪个面向 那我自己比较当然看到就是说 我觉得一个Working holiday 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 我有很多的朋友 后来他们就是研究所毕业 然后大学毕业 他们就去当所谓的 去打工度假 那在几年前 当时所谓Working holiday 这个议题在台湾很热的时候 那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当个记者 他就说他想来做个专题 是想要做外劳 跟打工度假的这个专题 然后我觉得他会问我说 如果外劳的部分可以问我 我说我当然可以啊 后来这个专题也没有做成 因为在他们的新闻部里面 就被反弄掉了 就是说你怎么可以把Working holiday 跟外劳的换在一起比 可是其实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对我说没有任何不一样的 那我后来我有一个同国的朋友 他就是去澳洲打工度假 那他大概打他后来回来之后 他回到台湾的第一年 刚好我们在打那个 许江三成出国一致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要不要来我们的那个 戒者会上面发言 他就说讲什么 就讲你是外劳啊 就说你去澳洲就是外劳 讲你那个的经验 因为他在澳洲遇到什么事 护照被扣留 被借上去打黑工 差点没有钱回来台湾 因为他当时拿不到护照 他等于要去台湾的 在澳洲的办事处办护照 他没有钱 然后他最后是透过一些关系 借了钱之后 他才去办了他的新护照 他才回到台湾来 所以他当时一回来就告诉我说 他其实后来非常非常了解 作为一个外劳在国外遇到这些事情 求助无门跟很愤怒的状况是什么 所以最后我就叫他到我们的 那个集图上发言 可是这个东西 为什么在台湾 很大部分人不能接受 我觉得是总部歧视 因为我会认为 我一个在台湾念完大学毕业的人 我去澳洲打工度假 我是追求我的梦想 但是老国飞 可能高中毕业吧 他是一个越南人 他来台湾是做厂工 他怎么跟我一样呢 可是现实上 也许他的梦想是养水牛 可能不是开一家店 不是做老板 可是他也是 他一来台湾也是会实现他的梦想 为什么台劳或working holiday 被跟外劳放在一起 会引起一个这么大的反弹 我觉得跟广国飞案 或是说我们在谈 外籍劳务在台湾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他最根底的问题就是歧视 就是对这些外劳的歧视 然后我觉得最后 我觉得一共一体 当然他就是种族阶级跟性别 因为他有很多是家里的抗瘟瘟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三位一体的 你们社会系的 是养我人的学生吗 你不会知道的 没有关系 就是一个社会系的老师 一个怪咖 好 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现在很多社会学的学者 很喜欢做一共议题 因为他就是包含这三个 我后来就对学校的议题 但是我可能不要忘记这个东西 是我们希望来的是一个工人 但他实际上来的是一个完整的人 他不是一个单纯劳动力而已 然后这个是我们接的一个案子 他就是一个手洗烂掉的乳工 他是家里面看乳工 那他用手洗家里面四个人的衣服吧 但是那个家里面其实有洗衣机的 可是雇主要求他用手洗 所以他洗到手 他现在这个已经看过医生的 所以他好一点 他整个洗到整个手指都是发红红肿的 然后去看医生 后来受不了他才来申诉 这是一个家里面看乳工 我是好像后来他就实际了 不好意思 你 你 稍微 好 非常感谢秀莲 因为他太专业了 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讲 然后我期间站着 因为理事会说话 是都爱法官一接 所以御师通常都会赞你 这样就会跟法官平行 他刚才在讲的时候 我一直在讲说这个案件 我觉得人跟人中间最困难的就是信任 我为什么可以相信你 所以因为没办法相信 所以就必须要发展出很多的制度 比如说要订契约 契约 然后契约如果没办法履行的时候 要怎么样怎么样 你看那个整个罗马的体系 都在处理这个信任感的问题 那我要讲一个就是说 在这个案件里面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我非常不可思议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你只要说你是陈秀莲 然后你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要帮助阮国飞的家属 然后给他一点点意这样 那就有很多人根本不认识 根本从四面八方来 可能秀莲也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这些人就可以信赖他 然后我现在听说 那你能够交钱给我 加瑞大哥能够交钱给我 后来我就把钱拿给我走 对吧 因为你怎么知道 我不会捐款全套 整个法律程序都在处理这个问题 包括我自己的学姐 然后还有很多的人 在那个商礼前面 我看到秀莲把白包拿给这个先生的 那个阮国飞的爸爸的时候 我是觉得 我觉得他会感受到 台湾人对他的善意 那这个是非常难人可贵 因为一开卸心 刘继惠帮他写了一个撞子 这是那个人很胖 好啦 跟我差不多胖 不是很胖 他写了一个撞子的时候 就律师来讲 我义务帮你写一个撞子 绞尽脑汁 然后你就是 然后 然后 我跟你解释了 结果这个阮国飞的爸爸就 不敢签了 他跟他签你知道吗 他也不怕 他跟他说你是不是坏人 然后我又不认识你 你是谁 然后 然后这个动机是什么 结果刘继惠 就打电话给我 他就很生气 他就跟我讲说 我讲那个案件 那案件 我觉得如果 我觉得 他的说法是说 这个爸爸 实在是一个毛很多的人 毛真的很多 我都已经帮他写好了 读了好几个小时 那跟他讲他也听不太懂 然后他还不签 我现在就是要保全证据 我现在就是要保全证据 因为我在外面 然后人在事务所这样 然后我就必须要跟他说 好啦 不要生气 到底 现在我去看看他要不要签 然后他就想说 我可以讲这种事情 他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要办这个案件了 看他怎么办 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保全证据确实 还蛮紧急的 因为事情发生已经好几天了 但是虽然话虽然这样讲 但是每一次他来了之后 就是像秀莲 还有他们的同意 然后都六年多就从台北来到新竹 然后在事务所 然后刘季卫这个人 其实也是蛮甘心的 就是说 他这种一个案件 他就可以跟当事人讲了好几个小时 那种 通常我讲了三十分钟 我就很想要把人赶走了 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案件实在太特殊了 这个案件的沟通成本真的太高太高了 你必须要帮跟他讲一遍之后 然后通议也未必真的了解 台湾的法律程序 然后通议还必须要翻译给他 翻译给他之后 通议会忘记把他的话 翻译给我们 然后你两个聊起来 欸醒醒啊 到底是怎么办 结果呢 我觉得确实很多人的 作为啦 确实有让 那个 他们了解到说 我们是真心诚意想要帮助他 因为有一次我从 我记得我早上出门 我就看到他们跟 刘继威在那边跟他解释 到了我下午四五点回来的时候 我发现刘继威还在解释 当然因为比较胖的人 他热量比较多 他可能比较胖 不用示范 我要先刘继威讲 对 然后我们就说哇塞 你可以讲一个案件 讲这么久喔 结果过了没几天之后啊 氛围真的会有改变 就是说有一天 我们去竹北分局 就是去跟警察 警察就说要来跟我们谈 结果警察当然非常没有诚意啦 他是把他全部说 这个局长就说 全部都是警员的错误 他就推给警员 然后凑一凑说 好像是说八十万 是不是要给人家八十万 说是募捐要给人家八十万 当然 然后也不愿意道歉什么的 就很失望就对了 结果因为他那是在二楼 结果要下楼梯的时候啊 我跟刘继威跟这个爸爸 那爸爸当然很难过嘛 然后都没有结果这样 然后就要坐电梯下来 因为那个电梯不能够负担过重嘛 大概只好 其他人就坐不进来 结果我忽然看到 因为我们没办法跟他讲话 结果我忽然看到 那个爸爸就伸手出来 然后我想说他要干嘛 结果他竟然去拨刘继威人 帮刘继威擦汗 因为胖人一下就会很热 就像一个火球一样 他竟然不去跟他拨刘继威 你知道吗 我看了一副火的时候 我觉得很感动的 但是其实他是强忍的泪水 因为他觉得都没有办法 有一些结果这样 那就是说就这个案件 我是觉得这个怎么讲 就是说警察的使用的这个枪械 事实上这个是非常夸张的事 因为昨天就是正经责案 正经责案就是一个枪击 所以在承办一些过程之中 也许我们对枪支枪伤会比较有了解 就是说他那个开的九枪都是近距离的开枪 那枪枪都贯穿 然后所以都会有入射孔出射孔这样 而且有四五枪击集中在胸腹部 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被罪名告知是杀人罪 因为觉得说如果说你开枪之后 实物上有那种例子就是说警察对歹徒开三枪 第一枪他认为倒下去没有问题 第二枪就打到手脚没有问题 结果当这个歹徒 所谓的歹徒 已经倒在路边的时候 警察插起来又对他开了一枪 那这第三枪被认为说是有问题 因为他已经手无国际之力了 你知道两只狗在咬的时候 我不知道有没有 因为我从前很喜欢看那个动物行为讯 就是说两只狗的稍加的是人 我自己小时候我们家也常常养狗 这真的是这样 当一只狗打出之后 然后他把他的肚子翻起来的时候 那表示说我是用我最脆弱的地方给你看 另外那一只狗是不会去咬他的肚子 真的 所以基本上今天就会说 你的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那 所以就是那他才27岁 然后你就 他的生命就这样 这样没了这样 那我们现在当然就是说 希望能够还原那个事实的增加 到底是什么 那 第二个部分就补充一点就是说 这个事情却是台湾人犬最阴暗的角落 那我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说他才来第一次 我其实我来好几次 我两拨正经责案 两拨红仲丘案 两拨其他 而且因为我事务所就在对面 我事务所在对面 就在这里而已 我本来跟吕仙玉在这个阵阵对面 大概做了三四年 一开始的时候在台中的地院对面 现在在新竹 那 就是说 你在做其他案件的时候 有一些案件像洪仲丘案的时候 台湾人可以感同身受 因为每个人去当兵都被欺负嘛 叫你割草就割草 叫你跪着就跪着 叫你蹲着就蹲着 那在这个案 这种案件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似乎 大家没办法去 同理那一种处境 那其实是 我觉得是教育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其实这是对我来讲 这是非常好同理的 那其实我的故乡是在嘉义先煮其乡的山上 那每个人都离乡背景 每个人都离乡背景 每个人都在种田 那就是像刚刚秀莉讲的 因为全球化的脚步 工业化资本化脚步之后 所有的农村青年都到都市里面做工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现在我一定都有一个乡下人的情节 就是说我去那大都市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很无边无际的你知道吗 觉得说 不知道要找什么人 然后不知道 不知道能不能在这个地方立足这样 那其实很多人 很多农村青年进城 不管他到台中 他到台北 其实状况都是一样 那也有发生过很多的案件嘛 比如说像那个汤姓案件 那雇主欺负他 扣他的身份证 扣他的征件 不让他走 一直强制他要求工作十几天 结果他就受不了 他又离开不了 他就把雇主一家给杀了 然后他当然也被执行 那前阵子我也办过一个案件 就是一个阿里山的少年叫武藏孝池 然后在祖北 然后也是被雇主苛扣 然后也逃不了 因为对方就是黑社会的 所以他就杀了雇主 类似这样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本质上这种问题都是一个劳资 劳资的关系要怎么拉到什么样的平衡的问题 不管他是外劳 他是本劳 他是原住民 他是什么样的劳工 他本质上 劳动关系本质上就是有一个重属性 就是说你一看劳动契约 依照法院的见解就是重属性 就是最重要 因为有一个雇主 然后有一个重属于雇主的关系 所以在一个重属关系的情况之下 他就很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 所以才需要有劳动契约 有劳基法 来保障那个比较弱势的那一方 那他现在的问题就是在说 台湾的这一个法令 本来就是说 就是在那个明天要同志的游行 就是美国道法官讲的这样 虽然这个法律哪里改变人的偏见 但是法律不能够为这个偏见来服务 那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 那个法律事实上是在为那个偏见才服务 或者的话 我会去 我会教他 我从嘉义 然后我要到新竹工作 那我为什么不能够自由转换我的雇主 那为什么我在嘉义 我离开我的雇主之后 我就叫做逃跑的嘉义人 他就很荒谬 那些人都是为了要 来工作的人而已嘛 所以我常常就讲说 你是一个园景 你如果能够了解说 他是一个遗乡背景 他只是为了要买一个碎牛 然后他是一个爱弹吉他的人 然后他来到台湾这个人生地不什么地方工作 他只是为了要赚钱 就像大多数的农家子弟出来赚钱一样的话 你就不会把他当作一个凶神恶杀的歹徒来对待 他会为了不是犯罪呢 那今天就是说 整个这个状况看起来 那个远景是非常非常的害怕 然后也非常非常的恐惧 显然他这 然后这个人是一个手无寸铁的 然后就是一个一个工人 然后甚至在他被集了九枪之后 你就用那个警部拿什么去银银银 然后还说那个消防队不要靠近 他还没有控制住场面 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一连串的很严重的误判 那我我我最后要讲的就是说 因为他刚才说那个做工的人 他那个他还被起诉 他还被告 其实这个对这个报文是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阅读是对他者的情境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就是说七戒无战事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说 德国人 德国的士兵跟那个英国的士兵 也不是都一次世界大战 战到边边去嘛 死了很多人 结果这两个年轻人 就掉到一个好坑里面 很尴尬 我把总在一直落在那一堆坑里面 我們兩個不敢講 沒辦法,刺刀上去就掉下去了 結果這個德國人就把那個英國士兵給刺死 刺死之後,慶祭科林頂一直爬 所以他只要躲在,他就沒路起來 沒路起來,他只要去看 給他台西,那個英國年輕的士兵 幸福有什麼東西 結果他摸下去,發現他這裡有個筆記簿 然後他就把他的筆記簿 跟他裡面的這些相片拿出來看 因為英文跟德文 整個單字有兩千幾個是一模一樣 你這幾個人,你不要路上去,你也看我 所以就information,informations 你也可以看得懂 結果他看的時候,他才說靠腰 人家這個人 是兩個孩子的爸爸 然後有他的太太的合照 然後他才二十幾歲而已 然後他想到自己 也是跟他一樣的情境 小孩子在等他回家 他讀了他的這些日記 或什麼之類的 他就覺得非常難過 這個人,他也跟他一樣 也沒什麼,也沒什麼 結果,在那個偶然間見景 你用四刀弄的戲 那這樣的,那個小孩就沒有爸爸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們 我從這個案件裡面 我真的是覺得說 需要統理那個人 統理這樣的外籍移工的這個處境 只要便利的話 這是非常好理解的 那在德國社會裡面 德國的新聞 還是說 德國的這個 這個主流的媒體 他非常注重這一塊 比如德國至少一千萬人 其實將近一千萬人 是土耳其裔的移工 那 他們都會 比如說利用德國跟土耳其的足球賽 或怎麼樣子 他不斷去告訴這個 這個德國社會就是說 這讓這個社會很多樣性 就是說 德國是PFR PFR就是多樣性 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不是說 不是說 覺得說 你擴充擴充 覺得好像會把你揹到 不是這樣 那 基本上 像這種一直在罵的 像這個 這個真的是 這個沒有什麼亂方 亂風向 這風向一直都是 都是一直被罵的 那我要 那但是呢 我的親人經驗是這樣的 我那把鄭俊哲案 那我那把我死的案件 走的時候 那網友都會 傳臉書來給我恐嚇 你罵了 怎麼怎麼怎麼 你的家人為什麼不去死一死 什麼之類的 然後最後他還 寄了 屍體的照片給我看 我想說 會發的 我怎麼在辦刑事案件 我整天都站在花旁邊 你看 我這個獅體 我這個心臟這樣 怎麼會這麼大顆 我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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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什麼會怕 他就用這個把你怕就對了 獅體的照片 好 現在 你知道嗎 當然 單夜版 那個 洪仲秋案 就是他在打他 打他 他的案件 他就 又上個訊息 他說 加油 怎麼怎麼怎麼有的 那臉書不是 大家再丟去你看嗎 我丟去看 靠腰 這 現在在幫我加油 那跟 全幾個月 幫他幹掉 一直把他碰那個 一樣的人 你知道嗎 他都不知道耶 他自己可能不知道 他是同一个人 真的 真的 真的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 所以怎么说 这其实是人的观念 转变 我下面躲在电视机 不是电视机 电脑后面 那个人不是坏人 他可能也有 判位的正义观 这是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无法理解 他人的处境 这就是 特别 就是说 老师 或者是说 特别刚才你介绍 那些书本 或是说 外籍移工 能够有 有更多的书籍 或什么 我现在在德国社会 不一样的地方 在哪里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会答应 去写这本书 但是写 答应之后 我身无如死 因为我无时间都下了 所以已经 两天 用两天 什么叫出版社狗 你知道吗 特别刚才出版社狗 一整个书 只要 含着泪水 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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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我会觉得说 这个 这个写书 或者是说 那个 看书 阅读 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在德国社会 出书的人非常非常多 像秀脸这样 早就可以写很多很多的故事 那你要说啊 我真的 哈哈哈哈哈哈 好 等一下我们再来处理这个问题 好 然后 德国人是排队买书 真的 好 像台中 他两百多万人的土地 照理说 赤粘也有很多 那 像我从前的 那个 住的那个城市 好 人口才三四十万 好 大概三十几家书店 那德国人都排队买赤 那赤都没收 好 然后 他们会有一个习惯 就是什么圣诞礼物的时候 我就送给杨总理一本书 好 就是把书当作是一个礼物这样 不像说 那我们可以杨总理引导 他想说 来 总理我看着金两个 高粱的来 那两个 不是这样啦 对不对 这样就 整个都市都在喝酒嘛 好 你就是 就是要 就 我觉得是 就是 同理 在别人的故事里面 也可以 也可以 关照自己的生命 那同时也可以 看到别人的生命 好 我觉得 这个是软博碑案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部分 好 好 德夏 那个我们邱律师 也谢谢秀莲他们两位的这个雨滩 那我想说 因为我们大概还有差不多27分钟左右时间 9点半要结束 那 在我想说是在提供时间给大家做讨论之前 可不可以请秀莲师母有一个 这个活动可以跟大家做一下介绍好不好 好 好 那个王丽婷请到前面来 好 来 我们请提供的朋友 那个 我们台中提供的朋友 我今天想先讲一个就是说 对 好 你帮我讲 好 其实我刚刚 因为刚刚确认是讲一个东西 就是所谓逃跑 就是在某个杯子和 其实大家都会讲一个点嘛 它是有逃跑外劳 所以要死了活该 可是现实上就是我们可能大家想一想 一个逃跑外劳这件事情 逃跑不是他来台湾的目的 可能就不会有外劳来台湾 就是说我要逃跑 他势必是说我要来台湾赚钱 但是这个 我的目的一定是赚钱回国 可是我要赚钱回国 因为遇到一些问题 所以我要通过逃跑这个手段 达到我要赚钱这个目的 但是呢 台湾社会来讨论整个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停在一个点 叫做他是逃跑外劳 我们有这么多的逃跑外劳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要怎么样去 像现在这件事 现在是十月底 每年的十月到农历棍的二月 是所谓逃跑外劳的大查期的时候 所以在这段时间的所谓逃跑外劳 大家都会躲起来 像阮国飞的案子 我觉得 当时在办商礼的时候 我不知道去你这边注意到 其实阮国飞有个雇主有来 他的非法雇主有来 他帮阮国飞抬棺材 我对大家想一想 如果今天是一个逃跑外劳 然后他是一个 就是我们认为里面的 这么恶劣的外劳的话 为什么这个雇主要来帮 这个恶劣逃跑外劳抬棺材 其实在我后来接触到 因为一开始他们对我们 但没有那么信任 然后后来慢慢的 他的这些亲朋好友 甚至农国飞的朋友 大概知道说 我们是真的想帮忙 所以他们跟我们讲了 非常多农国飞的事情 包含他的那个朋友叫罗小姐 他有一天 因为某个事件要跟我打电话 他讲到最后他就告诉我说 他说对他来说 因为他在阿飞他们已经更是三四年 然后对他来说整件事 就像是做梦一样 因为他就是一般人 他就是一个在做那个约聘雇司机的人 就是专门下来新竹 开那个白白系列车 他是完全不太知道什么是社会运动 他不知道什么是NGO 他不知道什么是义工议题 他就在当司机 后来他的朋友就这样死了 然后他 因为他是一个台湾人 他会讲中文 他就被推上了第一线 要去面对媒体 面对警察 面对所谓的检察官 面对怎么官导体制的所有的东西 他什么都不知道 那他有一天 他就 因为刚刚讲到那个白包的事情 因为就是要处理软和飞 给家属回去 然后要有多少机票钱 然后这些 然后大家 总共透过我这边大概捐款 是20万出头 那他就来打电话 跟我说 因为他当时很怕 因为机票就要6万多块 然后他就跟我说 这个钱怎么办 我就跟他说 你不要担心 我就应该不会打 然后到了那天的晚上 就已经获得14万左右 我就跟他说 已经有机票钱 不要担心 他就打给我 我就跟我讲说 他没有想到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他上面有一段 他其实他就要告诉我说 他根本就不敢去回想 龙龙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因为当他一回想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就要进入到 那个非常悲痛的情绪里面 所以他把整件事 这样的作物一样 他就像公务员一般的 把要做的事情做完 可是他都不敢去回想 他跟阿飞相处的状况 阿飞怎么对妹妹的 因为他们是在不同的地方 阿飞每次 就会叫他的车 去载妹妹出来 一起去越南店吃饭 每次就是带一杯 这种奶奶送给妹妹妹 因为他知道妹妹喜欢喝 然后因为罗小姐的 经历生活没那么好 他都会多给罗小姐 就是车钱 然后甚至呢 因为罗小姐可能有些朋友 然后讲话比较凶 他就会帮罗小姐去骂 那个人说 你不可以对女生那么凶 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可是就是我觉得 就是想要回应 刚刚俊玲也是讲的 就是当我们去真实的 把这个立体化来说 就像说我刚刚不是讲很多 移工怎样怎样怎样 真正上怎么样 我觉得都没有我妈妈那种有效 所以你就跟这个人这么真实的相处 你就看到他的状况是 大部分90%的外来台湾 他就会放在一个很孤立的情境里面 他没有办法随便对外联系 他的家人 他的成本是 我必须跟我们家的外来台湾9年 从他的小孩子还没利用资源到进小学 他跟他的小孩在9年当中 相处的时间加强超过三个月 就是这个亲情家庭的破碎的成本 可能让他换得了一栋房子 他的确回应你盖了一栋房子 可是试问我们做 我们有没有办法负担这个成本 当我做了去党务度假去澳洲 我去两年 然后或三年 然后我回来可能就开了一家店 可是或许我跟我白白亲密关系 或我跟我家人的关系非常熟悦 这个到底是我要的 我也要付这个成本 那我们这个移工公投呢 其实基本上 他在挑战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 旗帜公的推出来也是一直被骂 然后就不管是 就是说不管是支持台湾统一的 或支持台湾独立的 都一直骂我们 因为他们就会讲说 他们又是台湾人 为什么可以公投 因为公投的概念是 我是中华民国国民 所以我可以来投票 对不对 那我们推测的东西 其实并不是说 我们要外劳成为台湾国民 我们想要挑战的是 如果这个一个外劳 目前在台湾可以 12年到14年了 他台湾最精华的 20岁到40岁都在台湾 他为什么不能够对他 真的有关的法令 有一些表达意见的空间 所以我们其实是要去讲说 尽管他们没有台湾身份 他没有拿台湾身份证 因为台湾空投法 是我要有台湾台湾证 我才可以投票 我们也希望透过某种 拉高某种行动门槛 因为以前是连署 连署是不管是谁可以连署 我们现在要求的是 外劳拿居留证出来 你告诉我 我就是秋写字 居留证号 1.3.4.5 我现在要来投这三题 我同意不同意 台湾人可以投 外劳也可以投 然后我们大概是9月中 他也推这个 推到后面就是 现在当然有一些 像我们在台北车站的点 是我主要在顾 他是在顾第一广场 后来有非常多的台湾人来支持 就像冬国飞汉一样 我们到底可以透过什么方式支持他们 那请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三题 这三题有两题 跟冬国飞非常有关系 第一个是自由转换雇主 刚刚在静周刊 那个在网路上都有 包含公司独立特派员 你们只要搜寻冬国飞 应该都看得到这个影像 他其实爸爸讲一个 他付了大概15万美金的 中间备在台湾 来到台湾之后 他的工厂都没有加班 所以他两年多 大概两年之后 他就决定他要逃跑 因为第一个是没有赚到钱 可能再多 差不多还完 还没赚到钱 他决定要赚更多的钱 所以要选择逃跑 那中间也先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来台湾人 都会被告知说 你付15万美金 你在台湾都会有加班 每个月可以赚3,8,8到4万 后来刚刚来到台湾 发现只有21008 没有加班的时候 很抱歉也不可以总算雇主 可是债已经背在身上 所以他必须透过逃跑 去赚更多的钱 如果可以自由总算雇主 或是遇到很像 阿草师跟雇主的一些问题 他准备逃跑 就是我们菲的妹妹 就是如果说 我们台湾人可以自己 自己用脚投票 我今天在这个地方上班 因为雇主中年都很坏 你知道吗 都很坏 我就有理直就好 我不会因为这样被遣返 丢到太平洋面去 可是外劳会因为这样被遣返 他的债就还不了 所以他只能够选择逃跑 所以我们有第一题 叫自由总算雇主 第二题 你同不同意取消 所谓私人仲介 这个私人仲介 谈的是 是不是应该由国家来做仲介 因为我们要有多少的外劳进来 其实是国家合的配额 那国家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机制出来 让国家来做这个仲介 做外劳跟附属的媒合 而不是让中心去赚这个钱 那第三题是跟家庭抗风有关 就是支持他们有基本的劳动权益保价 那这边有点麻烦 是因为我刚刚说 因为它是一个公投 然后我们因为不想 一直不断地让座介批评我们 所以我们有一个机制 是我们一人只能投一次最后一票 所以我们会需要 看大家的身份证 来确定说你没有投过票 我们才有办法给你票 然后讲真的就是把我们自己搞死了 因为我们有十几个票点都是教会 然后很多是外国人 所以搞到最后就是 要来投票的很多外劳 然后不是居留证 他没有居留证 因为被雇主保管 他也没有顾驾 然后甚至他连copy本都没有 所以他很想要投票 不断地传讯告诉我们说 我真的你想要投 为什么你不给我投 那我们到最后的方法是 我们记录了这些无法投人 有哪些人他为什么不能投 那因为我们今年是2月17号 一共大游行 这个结果最后会在 一共大游行里面出现 那外国人跟台湾人 是不同的选票 因为我们想要真正去分辨出 到底这个意见差异在哪里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因为我觉得他比较直接挑战到 就是说我们到底要给外劳 什么样的选利 包含这样讲的 淘宝外劳 他是不是应该被打死 我们大部分很多的一共团 你在做这件事 都会去讲一个故事 是外劳好可怜的 所以我们要帮助他 因为帮助他就代表台湾善大 外国人代表我们世民族 进不了国家 我现在已经不太喜欢 弄空在讲这个故事 我不要想要去谈说 尽管罗国飞喝酒袭警 他到底该该被打死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去检验 我们台湾到底对于 所谓人权在哪里 就像说郑庆泽是一个被换死刑 他是一个所谓杀警的人 我们如果这么快的接受 一个这样的答案的话 郑庆泽找到死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面对 尽管轮国飞真的打了警察 那他逐步处理被开酒枪打死 一个犯了罪的人 他有没有他的人权 我认为他当然是有的 因为我们去做这件事 其实不是要保障这个人可以犯罪 而是要保障 有没有犯罪跟没犯罪的人 他都应该有 一样的人权 你才不会有第二个 轮国飞出现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投票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 有一个很简单的机制 验大家的身份证 好 就有这三点 然后你投不同意也可以的 是 所以如果有政府不同意也可以 好 所以等一下要投票 那大家拜托投一下 可是在投之前 先不要动 拜托先不要动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要QA 不可以说没讨论 因为可能现场 刚刚各位 也许说明你们听了以后 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说明你不同意显置人 或你不同意秀人所说 也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相信说 各位一定可以说出你的想法 就是你为什么 不管你是支持或反对的一些想法 那是不是我先开放 给三个朋友 你们提一问问题 那是不是每个人控制你的发言的时间很简短 一分钟之内把你的问题 或者是说不一定是问题 也许你是要给他们一些回馈 也可以 好不好 来 有没有 这边一位 后面一位 来 两位 购物保 购物保 没有 按下请两位 好 那我想请问邱律师就是针对这个 因为他是一个 如果被被警方枪擊死亡的个案 那我其实比较在意的是说 就是在整个机制上面 不管是事前预防 或是事后的一些 比如说权力上的救济 你要怎么样把他整个体制变得更健全 然后才不会说 每次都是针对个案 然后再有一些 就是团体跑出来救人 可是如果这个事情没有 经过一个重新设计的话 那就还是会不断发生类似的事情 然后大家也是会疲于本领 或者是有些公共的成本 如果比较在意的是 背后那个机制 有没有什么可以更完善的部分 谢谢 我基本上我是一位 长期为人权 为外面移工 在争取人权的人 可是我自从去年以后 我们家用了一个外劳 所以其实今天 我听你一直在为移工讲话 那个时候 其实我是很气愤的 因为我一直是被外体移工 我觉得我是被他欺负的很惨 真的很惨 我们的刚好也是越南 我今天会来听 这个我一直想来 没有来 第一次来 第一那个是越南的移工 然后第二 因为我也有长期 也在观察 在关心警察的议题 所以警察被 我觉得这是像我们今天在讲的 就是说你们一直都说 警察他的滥用 或者是我想 不管怎么样 造成生命的死亡 那警察他们是一定要去检讨 但是我觉得 在整个过程里面 外体移工跟警察 也是很大的压力 才会造成他 警察会很紧张的 可能需要去用到 这样子的一个象限 这个 这个我都觉得是 整个 整个环境 我们都要去关心 那当然我们的协会是为外体移工 所以我今天一路听下来 我其实如果站在一个台湾人的立场 我对我自己 我认为我是一个非常照顾 照顾一个外籍老公的 因为我当初我家用一位的话 他是四十几岁 那他来的时候 我都一直很同情他 因为我觉得他很勇敢 他为了他的家庭生活 抛妻妻子 但是我来 他来了以后 我完全不是这么讲的 他拿了那个相片给我 他说人家谁谁谁都给他们亲子 然后他跟我讲他要去KTV 想要去KTV唱歌 他在越南是怎么唱 然后他去跟他的照顾者病人要钱 然后过年他也要钱 然后对着他的老板Powman也 对着男生的问题 问我就是说 这个男生是怎么样 我们那个是这样 所以当你们今天在讲 我都觉得会造成一个错觉 就是说好像外籍工都很好 那我们台湾人对人家就不好 可是基本上 我在我姐姐在住院的过程里面 在住院里面 我看了大部分的家属 我不能说全部 真的是没有 我觉得都没有亏在头 他们没有给他们没有那个饭钱 一天给他五百块 我们现在台湾的劳工 有一天五百块的饭钱 雇主补给你 所以他们那个 因为那个医院不方便吃饭 那雇主也是给他五百块 或者多少钱 其实台湾的雇主 我觉得 当然很多是可能像你们讲的 所以我我我我 我长期是实际上 我一直在思考 像我现在我心里 其实对我来讲我会很套学 那我之前在台中 我有去采访越南籍的新娘 他离婚他已经拿台湾护照 平行脚我在跟他们互动的过程 我并不舒服 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强势 对于台湾的那么台湾的人 其实是很温暖的人 我觉得对我来讲 跟他在访问过程 我是觉得很不舒服 还有就是说 我们有一次在办活动的时候 我还莫名其妙被他骂 后来我很生气了 我顶了他一句话 我说你这种态度 如果被骂 请你不要说你越南人来台湾 被人台湾人欺负 事实上那个是我被欺负的很惨 所以我在两个经验里面 我今天特别敢来 我其实基本上 我觉得是要注重他们的移民 那到底他们来 其实真的我去观察过很多移工 他们那么勇敢敢来 其实他们态度上 基本上有的都很强势 而且他们也够勇敢 所以我觉得 我们在推的时候过程 像我们正式在推这个的时候 像你今天尤其这样讲 我当初在看电视 跟我自己的体验 我都觉得太强势 不是太强势 我会觉得说 太有点 跟我说这个外籍移工很强势的感觉 而且也给我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 并没有那么坏 台湾的警察也不是说 真的故意要拿枪去杀死他 所以我今天会特别要敢来 实际上 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 因为我即便到现在 我还是很不舒服 就是被我的外籍移工 这样子的对待我 我真的还是很不舒服 不好意思 有点反面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思考一下 没问题 国家可以回应你家 好 好 我先回答你们的问题 因为这个 这个 因为 因为就是警戒使用 警戒是一个危险的棋局 它那个叫做 就是说 警戒的使用 因为当代国家 就是说 国家收容了 这个 独占了这个 暴力的使用权 所以 必然的就是说 因为警察有枪 然后枪是一个致命性的武器 所以他就必须要去规范说 他所谓的用枪时机 那他那个其实有一些 用枪的标准 那你这个问题 问得非常好 就是说 那到底这个用枪的标准 要怎么来处理 那我们有一个叫做 警戒使用条例 但是那个警戒使用条例 如果进去看的话 他定的非常的 要几条 他当然知道说 警戒使用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 条例是一种法律 他规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有一个警察的 这个用枪的规范 但是即便如此 如果你跟德国 或是日本比起来的话 他的细腻的程度不足 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 这除了是规范面 那第二个就是说 在实际上 在我自己 也是国家文官学院的讲师 那我有时候 会去跟警察上课 他的问题会在于说 没错 就是叫做不叫人杀 就是说 在警察训练里面的时候 在学校 他规定你说 你要打靶 对不对 那你如果从前 或者是我们当兵的时候打靶 打靶 他从来没有告诉你说 他什么时候要打靶 但是他告诉你说 但是要把他打准 所以整个训练里面就是 我要把你打中 那像不像这样 没错打中 但是问题是 在那个时间点上 那个moment的判断 你是不是在一个 没有危险的地方 充满危险感 还是在你的 没有安全的地方 又充满安全感 不猜 你要学习是吗 所以 这个问题就是 老师在教你 因为他才23岁 警察才23岁 那 如果说 今天 我们 那个 是一个 我们训练一个人 开车或开飞机 对不对 那如果他 他才刚飞开 的时候 那 我们是不是要让他 先从小车开始 而不是一开始 让他开大卡车 他还刚毕业 然后他配备了一个 一支枪 结果 他真的把他打完了 那 另外一个就是说 跟他 在跟那个 所谓的 阮伯碑打斗了 也不是他 是民法 那你去哪了 那打了 九枪之后 来的时候 救护车 先来 来的时候 他做一个手势 说叫救护车 先去救那个民法 那这个判断 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在过了十几分钟之后 那个救护车再来 结果那个 那个 阮伯碑已经死在救护车上 到院前死亡 当媒体去采访 那个消防队的时候 他非常难过 靠到死了 他说 我消防队这么认真的 要救一个人 结果 你第一个 你在报的时候 要救 来消防队来的时候 你没有跟人家讲说 你对他开了九枪 他没说 然后因为他全身都是泥沙 因为他上半身没穿沙 所以消防队来的时候 造成一个错误的判断 他不知道说他身中九枪 如果知道的话 那消防队已经马上救他吧 第二个 你他如果已经身中九枪了 你还消防队第一辆车来 你还告诉他说 你先救那位 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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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 一连串的 失误的判断 那 这个 状况之下 是不是说 警察 很坏或什么 没有 没有人说警察坏 不是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自己也会做不到的事情 但是 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像你的思考一样 我非常赞同你的想法 就是说 用枪的规法 警戒使用条例 是不是应该要去处理说 把那个规法密度定得更清楚 让警员才知道说 我带这支枪出去的时候 然后我要 我要怎么处理 对不对 第二个 除了致命性的武器之外 有没有 就是 非致命性的武器 但是我还是可以使用的 那 在这个案件里面 也有很多警察工会的人 就是说 爱护警察应该要支持他的工会 就是说 这个不让他有操勤 这个 这个勤务的问题 或者是说 那一些采购 会不会有问题 是不是应该要采购 比如说跟欧洲的国家 德国 或是日本的国家 因为 日本的警察 是 几乎 这种状况是不太会发生的 但他没说 所以 如果他有其他的警戒 可以使用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至于使用这种 致命性的武器 然后用枪时机的 再也就是用枪时机的规范 跟 用枪时机的判断 你必须要有 相应的教育的特程 不然 也是同样 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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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 要怎么打准 很准的 厚钱都对了 但是 是不是在那个时间 教官没有跟你说 那些人 应该打三枪 或是打五枪 应该打到头 你不能再打四枪 所以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问题 一个已经 倒在那边 你连开五枪 他已经倒在那边了 那你还对他 开四枪 从肚子打下去 那还得了 那这个是 不管是 任何一个 一个 不要说 没分 没分 我相信没分 什么国籍 每个都是 不应该能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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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就是后面的大忌 我想问你一下 那你如果当时请到这个外郎 你那时候为什么没有选择 不要请他 因为不是我的主导 所以是 尽管发生这么多 你觉得不太合理的事 但是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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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主不是你是不是 不是 部主是我哥哥 但是那个嫂子 他说不是爱老师 他反正基本上 就我自己今天讲 我自己这边就是 我是很不舒服 我自己要讲 可是问题是 我跟他在互动比较多 他就是拿翘啊 我婆婆 后来我受不了 我就跟他叫来讲 我说你有先生有 儿子孩子 你为什么每次看到男生 你都是这样的 然后就忘了他要照顾人 这件事 所以你的你的点是他 对于男性的态度还是照顾人 都有 好 我要讲这个是说 就是说 外籍现在他是贪工嘛 这样讲好 因为刚刚这个大姐讲到几个点 他就说我们在谈外劳一体 就对当然 我们又好部主又坏部主 又好工人又坏工人 这是一定的 我说一句 我其实会很注意是还好有一个仲介 仲介公司的人提醒我 他说你要请外劳 你自己要小心 那种会帮人帮帖 你说他很好 很信用 很不信用 他不会这样子 所以我自己也一直很注意 不是连心讲 真的 然后他吃饭 他说他没辣椒 他吃不下 去医院的饭给他吃 他说很难吃 他不吃 然后去跟我家的哥哥报告 说能给他饭吃 好 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说 因为我这样子 其实一面的下来 我觉得我要反核一下子 对 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当然 台湾有好部主又坏部主 有好外劳又花外劳 那因为我并不认识 你这样提到的越南工人 我也没办法去评论 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可是我想请大家想一个点 就是说 在前面老国飞事情之前 就是他发生之后 大家就说淘宝外劳很可怕 所以警察打死回来 可是请问大家认识 所有淘宝外劳 或是你们有认识 一个淘宝外劳吗 只要讲一个就好 大部分人家是不认识的 那为什么 当一个所谓淘宝外劳 所谓 我们很快接受他偷车袭警 然后被警察打死 我们会很快接受这个事情 但反过来 我在做这个工作十年 遇到非常非常多的户主 性侵害千辛水的打人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 叫做 台湾的户主都虐待外劳 就是说这个差异到 我觉得我想 其他想这个差异的点在哪里 其实只要像前面有一些案子 像有一个应该是印尼工人吧 然后在台湾不小心怀孕了 怀孕之后因为他没办法多 台湾就生下一个死 他就把他丢到资源回头 掉到厨一桶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网络就开始讲说 你看外来的台湾都是这样 然后烂交啊生小孩啊 然后现在不能把他们遣罢 你看他把小孩丢到属于回头桶里面 可是65万外劳 到底有多少外劳 是生了小孩 把他丢到属于回头里面 可是就这一个 可是为什么我们很快 会进入到一个逻辑 是去讲说 就是这个东西 是我在很多里面都讲过的 只要有一个外劳偷东西 所有外劳都偷东西 只要有一个雇主打人 那就是可爱 但是我们在讲这些移公权益的处境 要不要让他自由转向雇主 因为现在 所以我可以回应一下 刚刚大姐讲的 因为如果我让这个 我今天我就是有照顾需求的人 我让我这个外劳 我觉得他不OK 可是我把他转出去 只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把他遣网 另外一个就是让他换到新的雇主去 可是当他换到新的雇主去 我会有四个月没有外劳用 真正正上的规定 对 可是这个不是外劳要的 这是台湾政府为了要管控外劳 裁决的问题 因为他要限制这个劳务关系不稳定 如果我让外劳同意让他一直换的话 这个关系就不稳定 可是为什么放回来台湾的时候 我们不会讲说台湾劳工和台湾雇主 因为劳务关系会不稳定 所以我要求台湾劳工不能转换雇主 就这个不公平在这边 在这个政策 我觉得很多时候他限制雇主 他也限制外劳 可是对于雇主跟外劳来说 他有不同的成本 那当然我们是外劳团体 我们会去讲出外劳的成本是哪一些 可是我觉得我们办公室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透过怎样的机制 把双方的成本都降到一个合理的范围 坏的雇主要留不住人 今天如果我是一个 会性骚扰康工的雇主 我就留不住工人 因为我被性骚扰 我就离开你家 但是我不会因为我没办法转换雇主 我可能会被遣返 我还有二十几万的债 我等要继续留在那边被性骚扰 因为我可能收集不到证据 因为大部分性骚扰 那是谁会在公民正当的地方 但我们可不可以打开一个门是 坏的雇主他会留不住工人 他被迫他要改善他的 劳资的条件 而你刚刚说的 如果他照您说的是那个状况 他会找不到工作 他会找不到工作 他被迫得要修改 或是他或许 我觉得人会因为利益而做某些选择 这个是 我觉得他是为了利益 对 我觉得人会为了利益 去做某些选择 很多时候我们 我觉得他还是有个贴级的差异 是 郭台铭这样的人 或是说 那个谁啊 做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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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凤颖那个叫什么名字 是贵赢 贵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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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人 他不得手段去破坏环境 然后他要的利益 我们对他的批评是多少 对于一个外劳 他真的要钱嘛 我今天就算我承认我要钱 我就在台湾 不管我要去 真的去找到一个男人 然后我真的嫁给他 或是我从他身上捞一些钱 我要钱 这样的批评跟 对于魏英聪或是郭台铭的批评 为什么不一样 我们为什么会接受一个大的财团 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打压工人 郭台铭多少 不是让工人跳楼 我们对他的批评 为什么跟对于一个这样的外劳批评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我们绝对不会讲说 全台湾的日本家都那样 我会讲 我会这样论话 好 我觉得我其实是说 我很希望大家 不要去想这个问题 就是我认为去批评 个别的工人 或个别的故事 是没有意义的 我当然也可以讲出很多好故事 我也可以讲出很多好中介的故事 很多女性的中介 遇到性骚扰 被性天下的工人 她自己私下带来 跟我来我们办公室 告诉我们说 她真的看不下去 她没有办法 可是她是中介 她为了保他的工作 她就说 拜托你们不要整个带他来的 我们处于他的案子 也有一些工雇中介 或是有些雇主 他会去协助他曾经认识的外籍工人 像我妈那种人 可能他都不认识 有这样的人 可是我必须要说 我们如果不去正视到 最肮脏的那块东西的话 其实你没有办法 解决结构上的问题 如果我们这落在一个就是说 有一个工人是这个样子 难道可是台湾六十万的外劳 我们在做工作 是希望大家看到 整个结构上 这个人为什么为了利益 要做这些选择 我认为我自己在运动 搞运动几年 我发觉有一句话 实际上我一直在运动里面 做了十年 我必须要在最肮脏的地方继续前进 我才有办法看到未来在哪里 因为运动就是在这肮脏的地方发生的 杀人案 性情案 来找我们都不是好事情的 我都是遇到一些气场变破 然后要死要死的人 然后或是说家里都是一些我也不会的事 可是我必须要在这个脏水里面跟他在混 然后我要看到他有很多 可能我也不是非常认同的地方 我也会在私下讲一些政治不知语言 但是因为现在也在录音 我也讲一些那个政治不知语言 我也会有我的情绪 可是我觉得我必须要迫使自己去看到 这个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他在一个什么结构里面 必须做这样的选择 尽管我不认同 可是我可不可以跟他一起 把这个结构打开另外的可能 不要让其他人进入这样的选择里面 我觉得我想要真的比较 我们在做的比较是这个事情 那当然我觉得去讲可怜的故事 讲恶劣的故事 他当然会有一个更大的社会笑 可是我刚才讲 其实我现在已经不太想要讲那样的故事了 我这个简报其实是从我一些其他的 演讲简报改的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把很多都删掉 我把非常多可怕的故事都删掉 因为我觉得去讲这些可怕的故事 他就落在一个点就是 一个可怜的外劳我们可以帮忙他 这是一个恶劣的外劳 我们除了谴责他的恶劣跟陶 跟他的犯罪之外 我们可不可以看到他为什么犯罪 我觉得是我可能在未来喜牛想做的事情 比较是这样子 这样回应你 谢谢 我可以体会啦 但是我觉得整个台湾 因为外劳的问题还有些是 到底那个疑病的问题 是 我觉得外劳 我觉得你们这样争取我是赞同 但是其实我觉得 好 我先说一下 我主持人 那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我们必须要这边先打断 但是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讨论 其实是非常有意义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阮國飞这个案件 这个案件里面我们看到了说 制度面其实真的有很大的问题 你想说如果 有我们的制度逼的人家都想要逃的时候 今天也许就不会有这种案件发生 那当然刚刚还有一位朋友提到说 这个警卸使用那个东西 但我刚刚也很赞同说 包含显示提到说 这个警卸的使用一些条例啊 是不是要 要再规范的更详细一点 还是具体一点等等 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看的话 包含我们的警察人员 他们本来受警察教育 的人权教育官 还有那个法治教育官 到底是怎么接受的 因为其实可能 我的想法是说 比如说你这个警卸 规定是开什么样用枪时机 还是说要开几枪 可能还不见得说 他知道说这个比例原则应该要怎么用 还是说他在刑法上 还是说他在对于这个人权的公约上 他有一些相对性的概念说 他知道在什么样施行他这个东西 可能会构成一个过度的暴力 或者是比如说甚至造成酷刑的现象等等 我觉得这个东西 反而在警察教育里面其实也更重要 所以今天我觉得 今天这个议题 不会因为哲伍 现在等一下时间要结束就停了 而是说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继续去思考 去想想看说 我们会用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来改善现在台湾这些制度 那我觉得包含支持像TWA的一些行动 那甚至如果愿意的话 大家行有余虑捐款给像这样的团体 我都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因为你可能你没有那些时间 可以做这些事情 但是你会出一些 让他们这些团体来做这些事情 那我想今天的哲伍就先这样 到这边告一段 下个礼拜的哲伍 我预告一下 下个礼拜我们讨论的很哲学 下个礼拜我们邀请这个叶昊老师 就是这个政大的叶昊老师 那他会来跟大家谈这个汉纳二兰的 这个政治的承诺 所以如果对于汉纳二兰的哲学有兴趣的 欢迎大家下个礼拜可以来到我们哲学兴趣 那先感谢大家也谢谢两位 我再讲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移工工头 是到12月10号 然后每个礼拜天的10点到6点 对不对 黄丽婷10点到6点吗 下午 就是有的时候会下午 好 就是你们下午就是如果想要生人支持的话 也可以号召你的亲戚朋友 到一广去投票 我们在一广的一广 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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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会在那边买 谢谢 我也感充不悟 我接下来大家感充不悟 累了我们12号 因为真的到年底了 真的是 我们快付不出了 我们的这个 就别的帮助了 所以 所以我们后面有一些捐款品 大家愿意的话 就刚刚那个书啊 200块 300块了 还有一些 简单的一些小赠品 你如果投钱也可以拿 就是我们现在也在付款 好 慢慢打给自己这样的 然后就一次出我的新书了 我没帮你结人 好像一个台语歌的歌评 谢谢 谢谢